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三分钟小课堂 感谢粉丝们点赞和投币 感谢以下粉丝们充电啊非常感谢 上节课咱们谈了艺术的界定 也收获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讨论 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留意一下评论区 今天请大家继续思考一个对创作者比较实用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优秀的作品的起点是优秀的灵感 那么优秀的灵感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现在搞明白 灵感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对最终画面的萌萌的勾勒 比方说我现在要表达一种思念对方的情怀 这个灵感来源可能源自于我看到某个画面 读到了某篇文章而有感而发 也可能是昨晚的一个梦在脑子里依然回荡 甚至有可能是我明确的现在就思念某一个人 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表达欲望 但是目前就有一个大概的目标 要怎么去实现还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不妨把这一层称为目标灵感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我再去思考 用哪一种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 是抽象的线条来表现情绪 还是蒙朗的背影来勾起回忆 又或是特定的物品来做比喻 这些对最终画面至关重要的灵感 就像一张画作在最终上色之前的草图 或者一栋楼房的框架 所以我们暂且称之为结构灵感 目标灵感和结构灵感可以是先后出现的 也可以是同时出现的 但它们是否能出现取决于作者的两个习惯 第一个是对生活的观察 引用一下丹娜的观点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把这两点合并一下不就是你我的日常生活吗 生活中持续的痛苦 可以激发创作的欲望 生活中是要闪现而过的美好 可以让我们想风设法让它们留下 留意一下身边可以带来一瞬美好 或者引发思考的东西 你肯定会获得一个无穷无尽的目标灵感的源泉 第二点是在摄影学习中和生活中去积累经验 还是引用丹娜的观点 艺术作品的本质 在于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征 至少是重要特征 表现得越明显越好 艺术家为此会删除遮盖特征的东西 对变质的部分加以修正 总之就是想方设法 把这个特征放大到一种最强烈的状态 这个放大特征的过程 其实就在目标灵感中 提炼归纳和总结的过程 它需要你拥有艺术实践的习惯和思考的习惯 可以说构建灵感 就像一个在野外徒手盖房子的游戏 你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建筑师 并且去专门学什么建筑专业 但是你需要能够像建筑师一样的 去思考房子的结构和功能 并且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来给自己的方法纠错 以及提高效率 请大家记住 搞艺术 不意味着你要成为艺术理论家 但是缺乏一个积累总结和归纳的习惯 你对目标灵感加工的能力 肯定会捉襟见踵 我一开始说了 目标灵感和结构灵感 可以是先后出现 也可以是同时出现 我觉得大家下次可以留意一下 自己灵感出现的先后顺序 比如说我自己的灵感 基本上都是先目标再结构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也不太喜欢做抽象化的思维游戏 我自己的作品也基本上是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辨过程 甚至有时候设计的成分大于灵光一现 这给我做教学做研究带来很大的优势 但是创作效率和上限都会受影响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的话 那么最好就按部就班的打好基本功 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 但如果你的结构灵感和目标灵感 经常是同时出现 甚至结构优先于目标 那么你可能已经在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选址盖房子的这个游戏中非常熟练 逻辑思维已经完全变成了潜意识的条件反射 要么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习惯去依赖潜意识创作 这可以大大提高你的创作效率和上限 但是缺少了足够的思辨过程 可能有时候会无法很好的抓住对象的特征 或者干脆就是乱搞一气 所以当你有了一个优秀的灵感 请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在表现特征的过程中 严格按照丹娜的以下三个观点来进行审查纠错 第一抓住事物最显著的特征 第二将这个特征放到作品的主导地位 第三删除遮盖特征的东西或者没有用的东西 比方说我在婚后的生活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观察老婆和猫 那么很自然这两个元素就是贯穿我创作的始终 也会自然而然的成为目标灵感 然后在构建框架的过程中删除没有用的东西 用极简或者夸张的场景 将故事的特征用一种强烈的手段表现出来 并且放到作品的主导位置 在我的经验里 最容易失败的结构灵感 都是你逼着自己做过于复杂的元素组合 那么多东西用的不好的话 会转移这个主要特征 用的好的话 有时候也会喧宾夺主 艺术创作本来就不是一个既要又要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舍得删东西 好了 今天内容就讨论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自己对创作和灵感的见解的话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你们的观点 是我探索艺术的第一手资料 也是这个节目的观众 开始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环节 咱们评论区见 下节课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样的作品到底是艺术还是诈骗 还请大家点赞关注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